我叫林小芳,老家在农村。 我们的村子位于国道边上,村子不大,有二三百口人。 我父亲有兄弟姊妹三个,父亲排行老二,我有一个大伯,我还有一个姑姑。 在我姑姑六岁那年,奶奶染了一场重病就去世了。 爷爷既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着大,非常艰难。 那时候在生产队里,爷爷为人诚实正直,他当我们生产二队的队长。 大伯和父亲和爷爷在生产队里挣公分的时候,姑姑就在家里做饭。 那个遥远的年代里,农村缺吃少穿的,等孩子们都长大以后,爷爷又犯了愁,得给大伯和父亲盖房子娶媳妇了。 我们这里是平原地区,农村里盖房子,得从地里推黄土来打墙盖屋。 爷爷就领着大伯和父亲,爷仨用独轮车一车一车地从地里推土。 爷爷先给大伯盖起了房子,又给父亲盖了房子。 伯母的娘家是邻村的,是我一个舅爷爷给介绍的邻居家的姑娘。 大伯把伯母娶进门以后,分家的时候,爷爷把一个伯计分给了大伯家,因为家里实在没有像样的家具,还给了大伯家一瓢子豆子,二十斤小麦,这就是全部的家当。 两年后,当父亲把母亲娶进门以后,又得分家了,爷爷分给了父亲和母亲两个瓢子,一根墨滚,还有十斤玉米。 那年豆子收成不好,生产队里分的豆子很少,当时爷爷家连一个豆粒也没有了。 面对一穷二白的日子,母亲愁得哭了好多次,当时多亏了我姥姥家,他们的日子过得稍微宽裕一点。 那时候,老爷跟着人家赶大车,出苦力帮人送货,多少挣点钱补贴家用。 老爷知道我们家的窘迫状况后,给了母亲五块钱,还拿来了十斤豆子,十斤小麦。 有了老爷的帮助,我们家的日子才慢慢地熬过来了。 我们和大伯家非常和睦,谁家需要帮忙,说一声就行。 大伯从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比较瘦弱。 大伯的脸色总是蜡黄的,他干点活就气喘吁吁的。 在农村里,用独轮车推庄稼是最重的活。 大伯推独轮车的时候,总是走几步就得放下车子,喘口气再推。 父亲看见了,接过车子就帮大伯干活。 1983年秋天,我们这里已经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当时大家正在地里掰玉米。 伯母领着两个女儿坐在地头上休息,大伯拿着袋子在玉米地里装掰好的玉米。 可是半天,不见大伯出来,伯母有些急了,就让堂姐过去喊大伯。 堂姐一声惊呼,大伯倒在玉米堆上,已经人事不行。 伯母连滚带爬地跑到玉米地里,大伯已经停止了呼吸,但是伯母没有放弃。 他哭喊着叫来了附近干活的邻居,用拖拉机拉着大伯送到了卫生院里。 医生摇摇头说人早已经去世了,医生说可能是心脏病突发。 大伯的去世,让伯母一家黑云鸭顶,家里的顶梁住他了,日子怎么过。 当时堂姐八岁,堂妹才三岁。 伯母领着两个女儿天天以泪洗面,地里的活也不干了。 爷爷已经年迈,大伯的去世,让他直接大病一场,再也起不了床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爷爷痛不欲生,爷爷唠叨着,哎,怎么不让我去替大儿子呢? 父亲和母亲只好把我家里的农活放在一边,帮大伯家把玉米收回家, 又帮他们把玉米接杆砍倒运出来,雇了一辆拖拉机给他们耕地,撒上了麦种。 父亲和母亲这才开始忙我家里的活,当时下了一场秋雨, 我家的玉米由于没及时收,在玉米街上升了芽,减产很多。 母亲丝毫没有抱怨,父亲有些抱歉地对母亲说, 哎,要不是帮咱哥家干活,咱的玉米今年尝得这么好,得收不少玉米呢。 可是现在得有三分之一的玉米已经发芽,没法吃了,太可惜了。 母亲连忙安慰父亲说,你说到哪里去了呀? 大哥家摊上了这样的事,咱少收点玉米算什么。 你看咱嫂子的日子还能过吗? 两个女儿大的才八岁,小的才三岁,天都塌下来了呀。 以后咱能帮他们就得帮他们,谁让咱们是亲兄弟呢? 母亲只要有空就领着我去大伯家串门,去陪陪伯母,安慰安慰他们。 大伯走了,伯母和两个女儿一下子失去了依靠。 有时我们去的时候早就过了吃饭的时间了, 但是他们家依然清锅冷灶的。 母亲二话不说,端起锅就进了锅屋,帮他们熬粥,炒个青菜。 一年后,伯母吞吞吐吐地对我母亲说, 她二婶,我和你商量个事。 你也知道,你哥走后,我们娘仨的日子过得很难, 多亏了你和她二叔帮衬着, 要不我们娘仨真是没人管,没人问,掉进人烟里了。 最近我娘家给我寻了个人家, 离咱们这里有五十来里路, 她是个大龄青年, 以前因为家庭成分不好, 一直没能说上媳妇, 听说人也比较老实。 但是男方说家里条件差, 只让我带着一个孩子, 这些日子呀, 我的心里就像高脚一样。 我就这俩女儿,哪个女儿我都不舍得呀。 但是思前想后, 我决定带着小女儿改嫁, 她还小,离不开娘。 她二婶, 我拜托你个事, 把我大闺女放在你家吧。 我知道你和她二叔心眼都好时, 你们会好好对待孩子的。 说着说着, 伯母的眼泪哗哗而下。 母亲点了点头说, 嫂子, 你放心吧。 我非常理解你, 知道你迈出这一步也不容易, 我们不会阻拦你的。 在家里, 我和你二弟也经常说这个话题, 我说咱哥走得早, 嫂子这么年轻, 以后肯定还得会再嫁人的, 这些事我们都在预料之中。 至于你说把孩子留在我家, 我双手欢迎, 孩子是老林家的血脉, 是大哥的后人, 你能把孩子留下来一个, 我们还得感激你呢。 你要是把两个孩子都带走的话, 咱爹也不会答应的呀。 你也别愿人家南方不让你带着俩闺女, 人家也不宽裕, 你去到以后还得再给人家生个孩子, 前一窝后一块的也不容易, 咱也得体谅人家。 母亲的话让伯母放声大哭, 她拉着母亲的手说, 她二审, 我走这一步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你这么通情达理, 心地善良, 把孩子交到你的手里, 我就放心了。 伯母临走前, 领着堂姐来到了我们家里。 伯母从小手卷里掏出了三十块钱, 塞给了母亲。 伯母说, 这些年我们家就攒了这些钱, 孩子在你家吃喝, 哪样不得花钱, 哪样不得让你们操心呢? 我也拿不出多余的钱, 这是我的心意, 你留下吧。 可是母亲把这三十块钱又塞给了伯母。 母亲说, 嫂子呀, 你去到那里过日子也不容易, 就拿着这三十块钱当个家底, 在那边好好过日子吧。 就这样, 堂姐留在了我们家里, 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 母亲把我们家的东屋里收拾了出来, 父亲用石灰水把墙壁刷了一遍, 白白净净的, 还在墙上给贴上了几张漂亮的画子。 母亲把床上给堂姐铺上了崭新的被褥, 让堂姐在东屋里住。 而我当时睡在我们家的西屋里, 西屋狭窄, 远远不如东屋明亮。 我的被褥都是好几年了的, 很破旧了, 一点也不软乎。 我朝母亲抱怨, 母亲小声说, 你懂什么呀? 你堂姐来到咱们家, 她就觉得是外人, 咱们得必须对她好好的, 把她的心暖过来, 这样她在咱们家才住得高兴。 堂姐来我们家的时候, 虽然年龄小, 但是她特别懂事, 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她应该觉得寄人篱下, 太不容易了。 堂姐说话做事的时候, 总是看着父亲和母亲的脸色。 母亲就对堂姐说, 闺女啊, 你在这个家里放开手脚, 该说说, 该笑笑, 别缩手缩脚的。 慢慢地, 堂姐才融入了我们的大家庭。 我比堂姐小两岁, 我俩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回到家里的时候, 父亲给我们准备了两张小木头桌子, 我们就趴在小桌子上写作业。 那年卖收时节, 我们家里把麦子割完了, 放在麦场里。 晚上的时候, 父亲和母亲在麦场里, 看守着打下的麦子, 准备第二天太阳出来以后亮晒。 父亲在麦场边上搭了个棚子, 我和堂姐躺在一张凉席上睡觉。 父亲小声对母亲说, 侄女和闺女都慢慢长大了, 咱再要个孩子吧, 你看咱村里和咱年纪差不多的, 家里都生了二胎三胎。 母亲说, 你小点声, 别让小霞、 堂姐的小名听到了, 要不她会伤心的。 咱不再要孩子了, 嫂子把小霞放在了咱家里, 她就是咱亲闺女了, 两个闺女就够咱养的了, 家里本来就紧巴, 再要个孩子更累了。 我听见堂姐翻了个身, 过了一会儿, 她竟然在无声地抽气着。 我一愣, 我马上想到她肯定是听到了父亲和母亲的话。 我把这些告诉了母亲。 第二天, 母亲看到堂姐红肿的眼, 拉过她的手说, 小霞, 你放心, 我和你二叔都不打算再要孩子了, 我们把你和小芳养大就不错了, 你们姐妹俩好好学习, 考上学, 这就是我和你二叔最大的心愿。 堂姐点点头说, 二婶, 你放心, 我和妹妹一定好好读书, 考上学给你们争口气。 堂姐上初一难年, 爷爷病重, 住进了卫生院里。 当时正是秋天种麦子的时候, 家里实在没有人在卫生院里照顾爷爷。 堂姐放了学的时候, 就跑到卫生院照顾爷爷。 她就像一个小大人一样, 周围的医生都夸她懂事。 一年后, 爷爷去世了, 堂姐哭成了泪人。 堂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中考的时候, 考上了中专, 她选择了读师范。 堂姐上中专的时候, 每到放假母亲就领着堂姐去赶集扯不料, 去裁缝铺子里给她做新衣服。 临开学的时候, 母亲就让父亲推着几袋子玉米和小麦去集上卖掉, 把钱给堂姐, 让堂姐带着当零花钱。 堂姐总是不要, 她说, 二婶, 我们学校里管吃管住, 不用零花钱的。 母亲就说, 孩子, 这是我和你二叔的心意, 你拿着这些钱在学校里买点好吃的东西, 看到喜欢的衣服也满上贱, 咱在外面上学的穿得体体面面的, 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寒酸。 堂姐只好接过钱, 她总是背过身去, 悄悄擦去眼角的泪水。 堂姐师范毕业以后, 分到了我们镇上的中心校教书, 是一名语文老师。 当时我没有考上中专, 上了高中。 每到我交学费的时候, 堂姐就把钱早就准备好了。 堂姐上班以后, 每月都会给母亲一百块钱, 那时候她工资低, 好像只有二百多, 但是母亲接过钱以后从来不花, 都放在我们家电视机下面的那一本后书里, 母亲说这些钱要攒着给堂姐当嫁妆的。 我高中毕业以后, 没有考上大学, 只能回村干活了。 堂姐安慰我, 不要灰心, 条条大路通罗马, 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 生活会好起来的。 当时我和父亲在家里种菜园, 收了青菜以后, 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大篓子去集市上卖, 卖了两年青菜以后, 我就来到了城里打工。 二十六岁那年, 我嫁给了同样打工的丈夫。 婆家是西部山区的,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我和丈夫两个人在县城里租了两间小平房, 当作婚房。 当时, 堂姐通过考试来到了县城的小学教学, 姐夫曾经是摩托车上班的工人, 后来下岗了。 姐夫下岗以后, 只能到处离打零工, 家里开支主要是靠堂姐的工资。 堂姐虽然不宽裕, 但是经常接济我, 隔段时间, 她就来我们家里送点东西。 有一年快要过年的时候, 她看到我连件新衣服也没买上, 硬拽着我去了商场里, 给我买了一件羽绒服, 花了六百多块钱。 平时, 堂姐对我父母非常孝顺, 每个周末她都要回老家, 给家里买吃的, 买用的。 那年冬天, 母亲突然得了脑溢血, 昏迷不醒, 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七天, 还没醒过来。 那段时间, 堂姐正准备参加室里的讲课比赛, 白天晚上都在忙着试讲。 父亲说, 不能告诉堂姐母亲住院的事, 不能拖她的后腿。 我拿出家里仅有的五千块钱, 给母亲交上了住院费, 但是无异于背水车薪, 在重症监护室里花钱很多。 当医院里又下了催款通知的时候, 我们一筹莫展。 这时堂姐突然打来了电话, 她说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回老家, 但是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家里人都去哪里了。 我知道实在瞒不住了, 就告诉堂姐母亲住院了。 很快, 堂姐匆匆地赶来了。 她询问了母亲的病情后, 焦急万分。 父亲把我叫到一边, 沙哑着嗓子, 小声对我说, 医院里催着交钱了, 咱得想办法借钱了。 当时, 堂姐坐在重症监护室门外的长椅上, 她没有说话, 就匆匆地走出去了。 我打电话给了几个亲戚, 但是没有借到钱, 他们手里也都紧张。 过了一会儿, 堂姐回来了, 她拿出了一张卡, 对父亲说, 二叔, 这些年我们就攒了四万块钱, 本来准备买房子的, 可是我二婶现在病重, 咱们先救人要紧, 房子就不买了, 给二婶治病吧。 父亲一听, 连忙说, 这钱我们可不能用, 你们一直租的房子, 实在是需要买房子了, 我怎么能用你们买房子的钱, 给你二婶治病呢? 我们就是卖村里的房子, 也不能耽误你买房子啊, 我们再想办法借钱吧。 可是, 堂姐不容分说, 拿着这些钱就要去了医院的缴费处。 堂姐嘱咐医生用上最好的药, 只要能让母亲醒过来就行。 庆幸的是, 两天后, 母亲醒了过来, 很快转到了普通病房。 当母亲知道堂姐把买房子的钱给她治病以后, 母亲老泪纵横地拉着堂姐的手说, 孩子, 谢谢你, 这辈子我没有白疼你, 你把二婶的命给就回来了。 堂姐哭着说, 二婶, 养恩大于生恩, 我去你家的时候才九岁, 是你把我养大的, 你就是我的亲娘啊, 当闺女的出钱给母亲治病是应该的, 你怎么还能说感谢我呢? 堂姐的话, 让在场的人都泪如雨下。 如今, 我们一家人相互扶持, 风雨同舟, 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我和丈夫开了一个熟食店, 做起了小生意。 堂姐由于工作优秀, 凭上了富高职称, 工资涨了一大块。 堂姐夫买了一辆货车, 跟着人家跑运输, 他们家已经买上了房子。 当年, 父亲和母亲对堂姐视如己出, 堂姐把父亲和母亲 当作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去孝顺。 爱出者爱返, 扶来者扶往, 爱是一场双向奔赴, 血脉亲情胜过一切。 亲人之间互帮互助, 共度难关,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在我的记忆里, 那座二进两厅酒房的四合院 总是被一股压抑的空气笼罩着。 从三岁长到十二岁, 我在聚足儿居的院落 度过了九年时光。 院里所有房屋 都按照尊卑长幼的次序安排使用, 大房即是正房, 住着大伯父一家, 他是养父的亲兄弟。 除去与大伯父家对称的另一间大房, 其他房屋不论开间、 近身、高矮、装修、 摆设都遵循低于大房的标准。 我和养父母住在其中一间十来平米的房间里。 房门又小又矮, 一米八个头的养父 每次进屋都要弯腰低头。 屋里有一个颤颤悠悠的小阁楼, 说是阁楼, 其实就是把一排简单的木板架在横梁上。 木板寸次不齐, 大概有四五平米大, 走在上面搁吱坐下, 让人心惊。 我总担心悬吊在头顶的那些木板会不堪重负, 坠落下来。 每次养父上阁楼时, 我就远远躲到角落里。 但直到我们搬离四合院, 小阁楼依然安安稳稳地悬挂在横梁上。 我喜欢一个人在院子里东游西逛, 跨过宅门高高的石门槛, 是一块长方形地平, 由形状各异的大块石头铺设而成, 石缝间长满不知名的小草, 绿茸茸得很是好看。 院子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天井, 天井四周摆着大伯母腌制的几坛咸鱼路。 过了天井有一个大厅, 由左右两个大房簇拥而成, 是整座院子的一室厅, 供奉着祖先牌位及神像, 逢年过节就用来祭拜祖先, 遇到白氏也用来亭陵料理后事。 因着养女这一身份, 我在四合院里是特殊的, 缺乏血缘的纽带, 养母从未喜欢过我。 四合院里的亲戚都带着有色眼光, 看着我和养母之间的相处。 那时候, 总有人避过养母对我说, 小时候吃过苦了, 长大了才可以吃苦。 年幼的我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也不敢问为什么。 我像个懒汉一样搬个小竹凳, 靠在那堵石头墙上, 摸着那些雨后悄悄长满墙面的苔藓, 幻想自己和爸爸妈妈一起幸福的生活。 想得厉害, 就在墙上画下一道杠。 无数次伤心地吃想, 如果我是个男生,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命运? 如果我不出生在计划生育年代, 我的父母是不是就不会把我送人? 我的童年是不是就不会如此暗淡? 我整天窝, 坐在屋里, 不和邻居, 孩子玩耍, 静静地看着对面那毒裸露着红泥掺杂着贝壳灰的石头墙发呆。 我心里盘算着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走出四合院, 换洗衣物藏在哪里不会被发现, 遇到大人打什么招呼不会露出破绽。 在七岁那年, 我决定逃离四合院。 院里八户人家虽然同宗同祖, 但轴里关系无比紧张, 人们面上和善, 但往往欺软怕硬。 院里没有一面不透风的墙, 没有一张官的上的嘴。 如果不想成为各家饭桌上的谈资笑料, 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即便在自己屋里也不能大声说话, 吵架也必须压低嗓门。 每次养父做家务都像做贼一样, 每次都嘱咐我站在门口放哨, 就怕一个不小心被淋漓撞见, 男人不做家务是四合院里的约定俗成, 养父不敢挑战世俗。 院里的长蛇妇们总能从别人家那扇木门的开河中捕捉到蛛丝马迹, 揣摩到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 这类厅墙搅舌间接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 小沈从天远的山村嫁进四合院, 忙婚雅嫁的小夫妻谈不上恩爱道也相安无事。 两年后,小沈相继生下了一男一女。 一天,小沈出门办事, 回来后因为天气热, 打了一桶水在屋里擦洗身子。 就在小沈擦完澡正在穿戴的时候, 门被粗暴地勒开了, 小叔像吃了炸药一样拽着他的衣服领子, 为出言相问就扇了他两巴掌。 原来小沈洗澡时, 有个男人趴在后窗偷看, 莽撞又傻气的小叔抓不到人就胡思乱想, 转而把怒气发泄到他身上。 小沈经受住了丈夫的拳打脚踢, 却承受不住婆娘们的闲言碎语。 一个台风天的雨夜, 小沈离家出走, 雨停后被找回来, 挨了一天, 丢下一双儿女离开人世, 年仅二十四岁。 不能生育, 性格孤僻的养母 也是院子里婆娘们的指点对象。 沉默寡言并不能避开这茶杯里的风波, 她必须强颜欢笑, 假意和她们打成一片。 那时候, 总有人把我拉到一边问你 养母有没有打你之类的问题。 对于这些明里暗里的挑衅, 养母大多沉默以对。 四合院的房子, 门板薄, 白天人来人往, 不好随便眼上, 养母只有在晚上睡觉前 才能关上这一扇门。 很多次, 我都想到关上门后, 她肯定会感到解脱, 毕竟装了一天, 谁都会累。 门一关上, 十来平方的屋子通通 由她主宰, 她可以自由自在, 甚至连呼吸都顺畅起来。 与我而言, 却是噩梦的开始。 她将白天所受的气筒筒 发泄到我身上, 捂住我的嘴巴凝大腿, 罚站不让睡觉, 趁我打瞌睡时 找准睫毛用力一把, 等等。 花样很多, 总之是哪样 不让我哭出声音就用哪样? 直到现在, 每当黑夜来临, 我都会不自觉地陷入战力。 某次, 养母受气后, 也离家出走了。 那段日子里, 我时常恐惧地想起 小沈穿着一身兽衣 躺在昏暗的意识厅里, 脚尾的门油灯忽明忽暗。 夜里, 养父抱着我, 一边流泪一边, 轻声诉说, 她的苦衷与伤悲。 原话我已忘记, 大致是希望我以后听养母话, 膝下无子的养母 已经受尽, 轴里嘲讽, 若再和我不目, 四合院里随便一个人的口水 就能断绝她的活路。 养父恳求我就是装, 也要装下去。 万一她想不开轻声了, 这个家就散了。 我躺在她的壁弯里, 哭得喘不过起来。 这个不幸我无法拒绝, 不管心里多厌恶, 都要装模作样地接受。 养母的不幸由养父抚慰, 养父的不幸由我体恤, 可是我的不幸却只能埋在肚里。 我乖巧地应承养父的请求, 心里打定主意, 要逃。 几天后, 养母被娘嫁人送了回来。 七岁的我, 开始了漫长的逃跑生涯。 要想逃离四合院这个家, 靠自己一人绝无成事的可能, 必须在邻里寻找能帮助我的人。 这个人要对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 跟养父母交往不深, 这样一来, 我逃跑成功也不用害怕他们打起来。 思来想去, 隔壁的袁婶成了我心中的人选。 袁婶虽与我们同宗同祖, 但已出五父, 而且我们两家只有一墙之隔, 她对我的生活有个大概的了解。 再者, 我和她女儿处得很好, 关键时刻虽然不一定会帮我 一把, 但不至于揭发我, 最大的可能就是睁之眼闭之眼。 一天早晨, 养父外出, 养母照惯例上街买菜。 二十分钟后, 我决定实施逃跑计划。 选在这个时间点, 是确保她已离开四合院, 并排除了突然早归的可能。 我火速将一套换洗衣物贴身塞进裤头。 四合院的生活不是我要的, 也没什么可带走。 出门前, 我对着镜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关上那扇单薄的木门, 镇定地走到原婶家门口。 我笑着对屋内的原婶说, 婶, 我出去玩一会儿, 我妈回来麻烦你告诉她一声好吗? 我几乎是心脏狂跳着讲完这句话, 所有的镇定都是装出来的, 讲完这短短的一句话, 我感到口干舌燥。 我害怕原婶看出我在说谎, 进而拒绝我。 好啊, 不过你要早点回来哦。 大概过了十几秒, 原婶的回话悠悠地从屋里传出来。 这十几秒钟在我看来却像过了好久, 久到要窒息。 心里的狂喜让我有些无措, 生怕她因为我的迟疑而后悔, 急急丢下一声知道了, 跑了。 我一路狂奔, 跑到出大门前的最后一个拐弯时, 不由自主停了下来。 我靠在墙上, 按着扑通扑通狂跳的心脏, 告诉自己要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走出去。 只要再出大门时不被发现, 被揪回来的风险就大大降低。 刚转过弯就碰到了幽嫂, 她和两个儿子在地平上做蜂窝美。 院里的小孩都蹲在旁边观看, 太阳挂在高高的院墙上, 地平上洒满阳光, 金黄金黄的。 幽嫂和大伯母关系比较近, 我无端外出即可能引起她的怀疑。 我腿脚发软, 不由自主地蹲在了离她一米远的地方, 假装看她干活。 只见她提着四五斤重的模子猛地往霉料上一按, 再反复碾压两三下, 眨眼之间, 模子里就羞得一声滑出了一个蜂窝霉。 幽嫂, 你做得美好漂亮啊。 磨蹭了许久, 我说出了这样一句恨不得掐死自己的话。 平日里, 我是不会嘴甜哄人开心的, 今天一开口就谄媚献殷勤, 简直自寻死路。 哟,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今天阿猪的小嘴抹蜂蜜了吗? 居然夸起我来。 我硬着头皮善笑, 等到幽嫂印完一个眉柄, 故作轻松站起身。 不知是太过紧张, 还是蹲久了腿软, 我以滑稽的姿势裂切了一下, 惹得幽嫂两个儿子哈哈大笑。 我的紧张和害怕在他们的笑声中蔓延开来, 趁着幽嫂将注意力转移到两个大笑不止的儿子身上, 我满脸通红地说了一句, 我走了, 低头离去。 起初是大不走, 欣喜在我接近大门口拾袭来, 被兴奋冲昏头的我也顾不上什么镇静, 跨出门槛后就啪哒啪哒冲了出去。 冲出四合院的我像一只脱龙的小鸟, 看哪儿都觉得好看, 连一墙之隔的空气都觉得比院内的新鲜。 深吸几口气后, 我开始往父母家奔跑, 大脑里一片空白, 只是跑。 直到看见父母家的门, 我的心才稍微平静下来。 我点起脚尖粗鲁的转洞门上的圆柱形木把手, 谁知越急越慢, 紧张得手打仗, 仿佛背后是抓我回四合院的千军万马。 七十岁的老祖母听到动静后, 迈着颤颤悠悠的步子来到门口, 打开门后冷不妨见到我这张满是汗水的小脸, 眼睛顿时就亮了。 我像遇到救星般拉住祖母的手, 空张着嘴, 疲累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骤然松弛下来, 我像一个断了绳索的提线木偶, 啵的一声坐倒在地上。 祖母欢喜得满眼泪花, 大声呼叫哥哥姐姐。 吃着祖母给我的零食, 看着哥哥将自己的玩具摆弄出来, 我一时热泪盈眶。 这才是我的家, 这才是我要的家。 我可以自由地睡觉, 可以和祖母整天腻弯, 还有疼我爱我的哥哥, 最重要的是这个家里 有生我的母亲。 四合院里的婆娘们都说, 养父家经济条件比父母家好, 可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我想要的不过是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吃完零食, 哥哥召集了几个小伙伴和我一起玩。 午饭后, 我们趁着祖母睡午觉的间隙 偷跑出去钓鱼。 一整天, 我都像个小尾巴一样, 跟在哥哥后面, 心里美滋滋的。 哥哥任何一句稀松平常的话, 在我听来都如天籁之音, 祖母的每一个动作都让我觉得满含慈爱。 我沉浸在莫大的幸福中, 将四合院远远抛在身后。 太阳还高挂得傍晚, 养父找上门来了。 因着父母外出的缘故, 祖母做主把我留下, 让养父等我父母回来后再上门。 我和哥哥对祖母的威严佩服到五体投地, 我们看不到祖母眼里的忧虑, 自顾自地幻想着母亲回来后拒绝养父, 把我留下, 从此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 两兄妹怀着这样美好的憧憬, 一起高高兴兴玩了三天两夜。 三天后的黄昏, 独自归来的母亲推开大门, 支亚生如一个休止符将我的快乐死死摁住。 母亲前脚进屋, 养父后脚就到。 猝不及防。 祖母将我转交给母亲后, 哀叹一声, 走回自己的小屋。 我天真的以为祖母是真的有事离开, 事实上是不忍看见我被送走时 撕心裂肺地哭喊。 我大叫着不要回去, 冲上去抓住母亲的手, 母亲犹豫着正脱开。 我情绪崩溃, 控诉说养母打我, 哥哥也求母亲不要把我送走。 母亲只是懒然地拉开哥哥, 抱歉地对养父说, 孩子们还小, 兄妹感情好, 不舍得分开。 说完, 母亲也哽咽了。 我的痛哭流涕于是无补, 家里一片兵荒马乱, 最后, 梳洗干净的我浮在养父的背上 被送出了家门。 出家门的那一刻, 我已经没有力气大喊大闹, 只能勉强睁着两只眼睛, 回头看着那个我回不到的家。 我永远记得门顶上那盏青黄的灯, 在养父的脚步中从明到暗, 变成极微弱的一点光。 我抬手擦了一把眼泪鼻涕后, 这点光突然泯灭在整个村庄的灯火里, 再也寻不到。 回到四合院后, 惊提力竭地我沉沉睡去。 第二天醒来, 我又开始了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唯一不同的是, 养母减少了惩罚我的次数, 转而对我施加冷暴力。 她不再主动和我讲话, 她会用咳嗽声来提醒我肉要留给养父吃, 看上去毫无痕迹。 小伙伴都以为我不爱吃肉, 大人都觉得我懂得谦让, 其实我只是懂得看她的眼色。 我尝试用作家务来换取她的好脸, 更多的时候, 我会平生静气地待在家里, 不引起她的注意。 我嫉妒院子里的其他小伙伴, 他们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 伤心了, 找妈妈哭一鼻子就过去了。 开心了, 有妈妈一起分享欢乐。 我却每日面对着门口那一独掌满青苔的石头墙, 还有冷若冰霜的养母。 养父因工作关系日出而坐日落而归, 我不确认她是否知道养母如此待我, 即使知道也会装作不知道吧。 她总是避过养母给我零花钱, 暗地里给我买好吃的, 被我恶声恶气拒绝, 还依然对我疼爱有加。 一想到她在养母面前的低声下气, 含义便从我的心底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四合院里的婆娘们, 基本以大伯母为首, 今天捧东家长, 明天接西家短, 他们就是四合院里的舆论导向。 在他们眼里, 养母无疑是失败的, 无厚、自卑、性情孤僻不合群, 连捡来的孩子都养不熟。 丈夫虽然对她好, 可性格软弱, 不敢在轴里面前护她。 她腰杆挺不起来, 最终沦为大伯母们口舌消遣的对象。 这样一想, 我渐渐有些理解养母的所作所为, 尽管常常被她折磨得独自捶泪。 我恪守着与养父的协议, 始终不曾对外人说过她一句不是, 希望自己的坚持能够消融流言蜚语。 养母掐我大腿的事, 最终还是让人知道了, 还传到了父母那里。 母亲让姐姐来四合院接我回去, 那种感觉就像是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 而且指明是给我的。 我大喜过望, 赶紧收拾换洗衣物, 冷不防贴见养母冰冷的表情, 瞬间停下了动作, 像遭到电击一般。 最后在姐姐的催促下我才迈开双腿, 也许是冥冥之中已有预感, 也许是我还没从上次母亲的拒绝中恢复过来。 面对大伯母、 幽嫂等人神情夸张的告别, 我的欢喜在跨出四合院大门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姐姐用力踩着自行车, 快到家时, 我的心就像是下雨前池塘里的小鱼, 忍不住要从胸膛里跃出来。 我紧紧握住自行车后座, 目光唠在姐姐背上。 吱得一声, 没等姐姐停稳, 我就从车上跳下来。 门里有人扑出来, 不用看我就知道, 是哥哥。 我飞身上去与哥哥抱在一起, 像溺水的人遇到搭救者般 紧紧抓住他。 妈妈, 妈妈。 我冲进屋, 嘴里哇哇直叫。 母亲披头散发, 跌坐在客厅里,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旁边是正在劝慰他的伯母。 母亲见到我立马把我拉了过去, 摸到我的裤头, 突然把我的长裤退到了脚跟上, 随即哀嚎了起来。 孩子, 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这样对你? 围在母亲周围的哥哥姐姐也呜呜地哭起来。 我孽如道, 我怕你伤心, 他说了你不相信。 你这个憨孩子, 我去你们村买菜, 撞见你大伯母的姐姐, 他说你被掐大腿。 母亲哽咽着, 孩子, 你把我心疼死了。 母亲决定不再让我回四合院。 哥哥姐姐开心坏了, 连以后我睡哪儿都分配好了, 只等父亲回来坐实这个决定。 开开心心地过了三天后, 养父登门拜访。 母亲把养父拦在大门外, 哥哥拉着我躲到他的房间, 还把我的衣物藏到床底下。 他简单地以为找不到衣服, 我就可以不被带走。 养父一直不走, 躲在房内的我们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是好, 两个人搀扶在一起, 躲在角落。 吵闹了一会儿, 外面突然安静下来, 我的心不由慌张起来。 母亲拍门, 哥哥磨蹭, 很久才把门打开。 看到站在母亲背后的养父, 我的眼泪滚落下来。 虽然知道这是不可逆转的结局, 可心里还是在祈求奇迹发生。 哥哥愤怒地指责着母亲, 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我转头就往外跑, 没跑出两步就被母亲从身后一把捞住。 我奋力挣扎, 嘴里大声叫喊, 乱拍乱打, 场面乱成一团。 母亲哭着说, 孩子, 求求你跟她回去吧。 我转头看母亲, 狠狠盯着她, 我想知道她为何能这么狠心地一次次将我送人。 她别过头不敢正面看我。 她跟我保证, 以后一定护你周全, 一定是你如己出。 你们到底收了她多少钱? 她为啥不自己生孩子? 要早点生, 现在的孩子都成串了。 没等我说完, 母亲就一巴掌乖在了我脸上。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收。 她一个大男人在门口哭着求我, 也挺不容易。 她又怕你走掉, 又怕老婆离开, 还怕兄弟轴里看笑话, 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 阿猪, 妈妈也有苦处, 你养父条件好, 且只有你一个, 你在那里会过得比我们更好, 我们想去还去不了。 姐姐开始帮母亲说话, 我打断她, 肩生大叫, 好吃好穿又如何。 那里不是我的家, 你觉得好呢换你去, 不过, 我劝你也不要去, 你姓黄, 她姓姜, 养母姓蔡, 怎么听都不是一家人, 怎么进一家门。 养父不知何时已进屋, 她走到我面前蹲了下来, 阿猪, 你养母身体不好, 我来之前已经跟她讲好了, 我们不打算再要孩子, 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我们以后好好对你。 很明显, 她在给母亲吃定心碗, 闹到最后, 我还是像上次一样被她轻轻背起。 母亲拉着哥哥姐姐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嫂子, 我们走了。 三四十分钟的矫程很快过去, 回到四合院时, 一片灯火通明, 到处都是其乐融融的画面。 四合院里永远不缺少热闹的场面。 那一晚, 我睡得很不踏实, 夜里都是梦。 梦里的我又回到父母家, 空荡荡的房间里, 没有一个人, 连墙上外婆的黑白照片也不见了。 我焦急地四处找人, 突然半截灰色的瓦片从屋顶掉下, 醒来时, 梦里的恐惧仍在蔓延, 我抑制不住地打多缩喘粗气。 养父看着满头大汗的我, 轻声说道, 等你再大一点, 就让你去四姨妈家住。 有一天, 大伯母拉我去她屋里, 鬼鬼祟祟地左看右看后, 压低嗓子不厌其烦地问, 你养母现在对你好不好? 还打你吗? 当这句话从大伯母肥嘟嘟的脸上蹦出来时, 我疑惑了, 想着她平时捧高踩低的作风, 我不想说话。 她就是个黑心肝的女人, 难有这样养孩子的。 我还没想好如何回应她, 她就嚎开了, 孩子啊孩子, 你这个哈孩子, 她打你你怎么不晓得跑来告诉我, 你当伯母是摆什么? 我一边愁愁着如何回话, 一边莫自嘀咕, 大伯母啊大伯母, 平常你笼练其他人家的孩子, 明里暗里抬挤我, 现在怎么就要挺身为我主持公道呢? 那个恶毒的婆娘, 我是不知道, 不然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坐在屋内的大伯父也开始帮腔。 大伯母探出头朝屋外看了一眼, 你小声点。 大伯父豪气地回答道, 我还怕了她了。 回到养父屋里, 我看到养母像往常一样独坐在板凳上, 手脚利索地编织着鱼网。 她的眼眶湿润, 鼻头发红, 像是哭过。 我张了张口, 却不知说什么。 我喊了一声妈, 她没回应, 又喊了一声, 她还是沉默。 很多时候, 我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恨她还是同情她。 有一次, 我发烧卧病在床。 大伯母如往常一样使欢我给她女儿送鱼货。 堂姐架在山里, 路又远又不好走。 大伯母隔三差五就拆我给她送东西。 按说, 身为监护人的养母应该护我, 可她却像个小喽啰一样顺从地传达大伯母的使欢, 即使我生病也不能幸免。 如果你不去, 她肯定饶不过你也放不过我。 养母虚弱地说, 话音刚落, 大伯母就在门外扯着嗓子敲鞭鼓。 我过来看看我那亲侄女病得如何了, 是不是病得下不了床。 哟, 她大伯娘, 天气这么热, 快进屋些些。 你把她当亲侄女疼, 又不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不就是送几条鱼给她姐姐吗? 多大点的事啊。 我强忍着头痛爬起来, 拎起那袋鱼, 怒气冲冲地走出门。 我暗自祈祷自己最好昏死在她们面前, 仿佛如此才能证明清白, 才能给予她们回击。 刚走两步, 人影就不停地在眼前闪, 平时笔直的路也变得歪七扭八起来。 我本能地扶着墙, 没走出四合院, 就真的沉沉地倒下。 傍晚, 我睁开眼, 感到一阵恍惚, 不知身在何方, 坐起来后才发现在养父的小阁楼上。 大伯母并没有内疚自责, 反而跟养父邀起功来。 三弟, 要不是我再三坚持叫阿珠起床下地, 要不是我让她去跑跑腿, 没准孩子昏死在床上都没人知道。 那次昏倒后, 我对四合院的厌恶到了极点, 我憎恨这个高大的围墙下那一张张虚伪冰冷的面孔。 逃跑的路上, 总少不了四合院邻里亲戚的掺和, 我并不害怕那些人当面答应帮忙, 背后补我一刀, 甚至污蔑我说养母坏话。 我真正害怕的是姐姐把我送到四合院门前转身离去的那一刻。 是的, 我逃回家几次, 母亲就让姐姐送我回来几次。 四合院外围的拐角处有一根硕大的原石柱, 那里是姐姐送我回来的终点站。 每次姐姐骑车离开, 直到身影消失不见, 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不想回四合院, 但已无处可去。 我害怕见到养母冰冷的表情, 害怕大伯母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 害怕大伯父阴阳怪气地将我与其他小孩区别对待, 还有大伯父儿子那句怎么有脸回来的野鱼, 更害怕一进四合院就再也出不来。 每次都要挨到天黑, 或是被四合院里的人撞见, 我才硬着头皮黄黄然地走进去。 一年后, 我已经不满足于逃往父母家, 养父养母的亲戚也成了我头奔的对象。 说来奇怪, 我和养母关系紧张, 他不喜欢我, 可我和他娘家亲戚的关系非常融洽。 八岁那年, 我开始上学, 养父兑现了他的承诺, 我开始了在养母的姐姐及四姨妈家寄宿的生活, 不过白天我依然得回到四合院里。 我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几乎没有考过第二名。 二年级期末考试前一天, 母亲突然来到四合院, 站在养父家门口。 养父母不在, 可她就是不愿进来, 她把手长长地伸过来, 递来一块手表。 母亲善笑着说, 这是你姐姐戴过的一块表, 虽然不是全新的, 但和新的也没两样, 你爸爸让我送来给你戴, 可我要的不是手表, 而是回家。 然而, 母亲已经不允许我表达出这样的想法。 四姨家生了三个女儿, 家境虽然窘迫, 但她贤良舒德, 一父勤劳肯干, 一家人其乐融融。 最重要的是, 他们视我如己出。 姨父做饭很有艺手, 看她做饭, 经常会把我的蝉虫勾出来。 一块不到二两的五花肉 被她薄薄地切成片, 和青蒜, 葱姜一起下锅, 哗啦一声满屋飘香。 饭做好后, 姨父会得意地大喊一声, 孩子们吃饭了。 几乎是一瞬间, 我和表姐表妹们呼啦一声, 在饭桌前就位。 又个人头围着一张小小的圆桌, 欢声笑语不断, 仿佛吃到嘴里的 不是薄薄的五花肉, 而是山珍海味。 一小片肉, 就可以让我们连吃好几口饭, 一根青蒜, 就可以让姨父喝完半钟酒。 调皮的姨父喝完酒, 还会故意砸巴两声, 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我在他们家又吃又喝又住, 还和小表妹吵架斗嘴, 但她丝毫不以为伍。 有时候, 我会偷偷地拿他们和父母笔, 为什么他们同样贫困, 却没有放弃一个女儿。 十五岁那年, 母亲终于决定跟我讲述将我送人的原因。 那一天, 是我举行成年礼的日子, 她为我裁剪缝制了两套新衣裳作为礼物, 我欣喜万分地把玩个不停。 看到放在一旁的姐姐的新衣服后, 不由偷偷在心里比较了一番。 母亲给我穿上新衣服后就哭了起来。 孩子, 我们也是没办法才把你送出去。 管计划生育的人天天来, 你出生后你爸就丢了工作, 家里已快没饭吃了。 那时你大伯母的姐姐过来当说客。 她跟我保证你叔叔为人良善, 而且一定是你如己出。 我原本以为只是玩笑话, 随口说可以, 谁知你爸竟当真起来。 我去了一趟菜市场, 回来发现你已被领走。 我的心咯噔一声, 莫名地缩成一团, 泪水刷得流了下来。 这个交代我等了十二年, 想了十二年, 没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知晓, 更没想到我被送出去的 这个决定下得这么轻易。 我没有回应她。 母亲抬头扫了我一眼后, 又低下头。 其实送给你养父也挺好的, 他们家条件好, 又没有其他小孩, 他是真心诚意, 想要你当他的女儿。 况且, 你爸爸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在家里发火, 你哥哥姐姐经常被揍。 送你出去, 其实是为你好。 再后来, 我们家条件好转, 可我们不能过河拆桥。 是啊, 出生在那个年代的 我是个怪胎, 超生, 没户口, 全家被拖累, 成了个烫手山芋。 养父挺身而出 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况且她家境不错, 人品也值得称道, 是我估计也会这样做吧。 我告诉母亲我已经释然了, 不用再担心。 我就知道阿珠是个聪明的孩子。 高中时, 为方便上学, 我终于正大光明地 住进了父母家。 这一刻, 我盼了十几年。 我兴高采烈地走进去, 抚摸着家里的每一样家具, 心里狂热地爱着父母 和哥哥姐姐。 姐姐让我和她住一个房间, 哥哥跟我一起做功课。 每次吃饭, 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 叫我大胆家去吃 或者干脆帮我家菜。 然而, 一个月下来, 我和他们的关系 不仅没有升温, 反倒生分了不少。 亲人们都觉得我唯唯诺诺, 对他们不够亲热坦诚, 嘴巴不甜, 像个闷葫芦一样无趣。 我内心惶恐, 想起与养母相处了十三年, 我学到的都是冷漠, 忍耐, 是流泪自己擦, 是有苦自己扛, 是多做事少说话。 我不懂撒娇, 更害怕肢体触碰, 已经喊不来一声甜甜软软的妈妈。 看着姐姐亲热地挽着母亲的手, 听着哥哥酥酥地喊母亲老妈, 我感到无地自容。 此后的日子, 我越来越压抑, 变得更加谨言慎行。 那种害怕说错话做错事的焦虑, 如影随形跟着我。 自卑已经长进了我的骨头里。 一天, 父亲一个朋友造访, 看到我的时候, 随口和父母说了一句, 这是你们亲戚家那个小孩吧。 礼貌性地问好后,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 关上房门的瞬间, 泪如雨下。 第二天, 母亲让我去她房间抽屉里, 帮她拿电话本, 这个使唤让我如获至宝, 她让我觉得母亲并没有拿我当外人看。 我蹬蹬蹬上楼, 根据指引打开抽屉, 一本暗红的户口簿映入眼帘。 鬼使神差的我没有翻找电话本, 而是拿起户口簿, 在砰砰砰的心跳里揭开第一页, 第二页, 过世好几年的祖母名字还在上面, 唯独没有我的名字。 我哆嗦着手又重新翻了一遍, 依旧是空白。 我感到一种追心石骨的背叛。 我独自在养父母家, 坚守了十三年, 换来的是父母户口簿上无声的空白, 那空白像一头恶狼, 一口吞噬了我多年的希望。 我一心想回来的家, 其实没有那么欢迎我。 那一天, 我找到了多年来逃跑, 始终不能成功的真正原因。 在父母家的三年, 我总是被无力、 焦虑、 别扭折磨, 甚至比在养父母家更难受。 无数个无眠的夜里, 我不住地怀疑, 审视自己,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 曾在他的作品里写道, 每一个人, 身上都脱带着一个世界, 由他所见过, 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 即使他看起来, 是在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穿行、 生活, 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 所脱带着的那个世界去。 2014年, 离开18年之后, 我再次回到四合院。 他像一个苟延残喘的老人, 破败得不堪入目。 院子里只有大伯母和小叔留守, 其他人家都搬走了, 那些碎嘴的婆娘也走光了。 小叔在小沈死后一年另娶了媳妇, 女儿离家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 青苔长满墙面, 当年偷偷画下的杠椅消失不见。 九年的记忆已如一颗流子长入身体里, 长进脑子里, 怎么样都抹不去。 也许, 有生之年我都将被这里的记忆折磨。 站在四合院里, 我忍不住冒汗, 手脚冰凉。 想起前一阵和朋友闲聊, 他说有些人二十五岁就死了, 一直到七十五岁才埋, 我想我肯定是其中之一。 来到四合院的那天, 我就老了, 时间改变了许多东西。 现在, 我和养母的关系早已改善, 和父母家也越来越融洽, 可以很自然地喊他们爸爸妈妈。 我自如地在两家之间穿梭, 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可我知道, 三岁那年我就再也没有家了。 他六十一岁, 出去当保姆, 挣六千五百, 老公在家照顾婆婆, 他想多挣点养老前英子和妹妹 一直住在家里, 想着等过了三个月的热笑, 就一起出去当保姆。 莲子做好饭, 说, 姐, 晚上我们简单喝点粥, 我泡的菜应该好了, 喝粥最合适。 英子笑了笑, 说, 嗯, 挺好的, 莲子, 你这次请假这么长时间, 工作保不住了吧, 到时候好不好找啊, 毕竟我们没有住处。 莲子, 姐, 你就放心吧, 我这些年做保姆, 也认识了不少人, 帮我打听要保姆的人家, 还是很简单的。 这时, 门被大力推开, 老黄推着婆婆进来, 说, 老贺, 既然你不回家, 我把妈给你送来了, 我看这环境很好, 妈住着真不错。 莲子冷冷看着她, 说, 推着她给我滚出去, 我告诉你, 这房子是我一个人的, 你在胡闹, 我就报警了。 这话还真没说错, 虽然爸妈走的时候, 说把院子留给姐妹俩, 可最后英子说, 莲子, 院子给你吧, 我不要了, 我怕到时候老黄来闹, 你也知道她妈妈都85岁, 又不能自理, 她肯定会来找我的。 莲子很理解她, 想着这些年她过得艰难, 最后给了她两万块钱, 算是买下属于她的一半。 莲子不想要, 她是姐姐, 怎么能占妹妹的便宜, 可莲子不一, 她最后收了下来, 和莲子一起去过了户。 有了钱后, 莲子先还了留留的两千, 这让她心里轻松了很多, 怪不得人都说, 无债, 一身轻。 看见老黄, 莲子觉得自己真是太明智了, 就像爸爸说的, 老黄根本就是个自私的人, 而他就像瞎了眼, 盲目地活到了现在。 莲子看着老黄, 说, 你们走吧, 别再来了, 我们在家守孝, 不希望被人打扰。 老黄瞪着她, 说, 贺莲子, 你是不是疯了? 这日子你还想不想过了? 我告诉你, 这段时间, 我对你已经很容忍了, 你最好不要再挑战我。 莲子直接把轮椅推出去, 拿了个大扫把, 把老黄赶出去, 说, 赶紧走, 都说了这是我家, 这么大岁数, 怎么没一点眼力见, 还学会私闯民宅了。 她关上门, 站在外面, 说, 你们赶紧走, 不然我可要喊人了, 这儿的人可都是我们的人, 你试试看他们会不会饶过你。 英子说, 可以的, 如果你愿意离婚,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 老黄正住了, 他站在门口有些不知所措, 打人他不敢, 这不是他的地盘, 被人打一顿, 都找不到的说理去。 可离婚, 他更不敢, 这才不到一个月, 他都快累死了, 就这样, 妈妈都长了入窗, 他还不知道, 带着妈妈去看医院, 被医生狠狠教训了一顿。 在老黄看来, 英子性格弱, 只要吓唬吓唬他, 他肯定会跟他回去, 继续洗衣, 做饭, 照顾妈妈, 如果那样的话, 他又可以每天背个手, 去打牌喝酒。 可现在, 英子怎么变了呢? 不应该啊, 他手里又没钱, 现在他不给生活费, 他觉得他根本活不下去。 想到这儿, 他赶紧说, 英子, 我们回家吧, 你一直在这麻烦莲子, 也不是回事, 你说对不对? 都说亲兄弟名算账, 虽然你们是亲姐妹, 可也不能让妹妹一直养着你。 你说对吧? 莲子笑着说, 呵呵, 这是我们姐妹的事, 不用你管, 听说前几天我姐回家, 还被你打了两巴掌, 你今天是不是也想尝尝? 老黄很郁闷, 觉得英子油盐不尽, 真是要气死他了。 可让他推着妈妈回去, 他更不想这么做, 别看妈妈现在看着又瘦又小, 其实重得很, 他都有些抱不动, 如果没有英子, 他觉得也许妈妈还活着, 他自己倒要先走了。 莲子看他这样, 实在厌烦得很, 他一把拉过英子回家, 关门前说, 你最好把你妈妈推走, 如果我发现你走了, 他却在我家门前, 我就报警, 到时候你就是一气老人, 你最好不好尝试。 英子看着莲子, 很是羡慕, 觉得妹妹比自己小三岁, 可知道的真多, 不像他, 这些年都已经和社会脱节, 也很少联系朋友, 他几乎活成了一座孤岛。 他们回家后, 莲子有些惆怅地说, 姐, 我们提前走吧, 我觉得他还会再来,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个狼心狗肺的儿子呢, 到时候一大帮人逼迫你, 我怕你顶不住压力。 英子有些担心地说, 莲子, 那你一定要和雇主说清楚, 有些人家是很在乎这些的, 别让人家难做。 莲子想了想, 说, 姐, 我们明天就走, 我现在去找叔叔, 让他帮着照看下房子, 我们去了先租个房子住, 这两个月先找点别的活干。 英子说, 好, 那你快去吧, 我收拾东西, 我们明早就走。 莲子, 嗯, 姐, 拿两套换洗的衣服就行了, 不然我们到时候万一找不到房子, 拿着东西太累人。 第二天早上, 两人很早起床, 去和爸妈告别, 然后去车站买票, 去莲子园来当保姆的城市。 走出火车站, 已经是傍晚, 太阳像一幅油画挂在天上, 有一种朦胧的忧伤。 莲子说, 姐, 你跟紧我, 车站附近的人拉你去住宿, 你不要理。 莲子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心里还是很恐慌, 说, 莲子, 今晚我们住哪儿? 我有些怕, 莲子, 没事的, 姐, 我们先找个便宜的宾馆住一晚, 明早就去找房子。 莲子紧紧跟着莲子, 在一家一个航道中的小宾馆住了下来。 躺在床上的时候, 莲子才安下心来, 没几分钟竟然睡着了。 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 她摸过手机, 还有些迷糊, 黄心的声音传过来, 说, 妈, 你怎么不在家? 你又去哪儿了? 莲子, 哦, 怎么了? 什么事? 黄心, 妈, 现在外公外婆都没了, 你是不是也该回家呀? 你这么闹腾, 到底想做什么? 英子一直以为, 从上次打电话后, 她已经看清了这个儿子, 不管再发生什么事, 她都不会伤心。 可此刻, 她的心还是很痛, 她不自觉地捂着胸口, 说, 黄心, 我闹腾什么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黄心, 妈, 你能不能不要装傻? 奶奶那么大岁数了, 你真的忍心不管她吗? 还有我爸, 她也不年轻了, 你就不怕她累坏吗? 她让自己深呼吸, 觉得声音不会抽气, 才说, 黄心, 你说的这些都对, 一点都没错, 你心疼你奶奶, 心疼你爸爸, 你可以去帮着照顾, 而不是找我, 更不要拿我当你孝顺的砝码, 你没那个权利。 黄心, 你奶奶是你爸爸的妈妈, 不是我的, 照顾她是你爸爸的责任。 算了, 对你说这些也是白费, 你不可能懂, 我只是很后悔, 当年为了照顾你, 辞去了工作, 更后悔帮你带大了两个孩子, 因为你根本不配。 没等她再说什么, 她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再也忍不住, 放声痛哭起来。 黄心看着被挂的电话, 也不由挣住了, 从小到大, 妈妈很少违背她的意愿, 对她特别好。 可刚才妈妈说什么, 说她后悔了, 后悔为她辞去工作, 后悔帮她带大孩子, 怎么会这样? 她不过是心疼奶奶, 心疼爸爸罢了, 可她有什么错? 那些活不是一直都是妈妈做的吗? 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她坐在一边发呆, 妈妈竟然挂了她的电话, 是对她失望了吗? 两个孩子追着在屋里玩, 她像这么可爱的孩子, 谁不想带她们, 妈妈怎么会后悔呢? 莲子买了饭回来, 说, 姐, 快起来, 我买了特别好吃的酸菜米粉, 你尝尝看, 可好吃了。 英子坐起来, 眼里还有泪, 莲子已经想到了, 说, 姐, 其实这也有你的错, 都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可你呢, 再苦再累都一个人撑着, 让别人觉得你做这些都很简单。 时间长了, 大家都以为你做的那些都不算什么, 都是你应该的, 久而久之, 就没人能看见你的辛苦了。 姐, 不管黄欣说什么, 你都不要在意, 你想的应该是明天我们怎么找工作。 英子点头, 说, 莲子, 我知道, 我就是有些想不通, 小心她知道心疼奶奶, 心疼她爸, 怎么就不知道心疼我呢? 两人吃了饭, 早早睡下, 想着第二天出门找工作, 找房子, 他们想在这个城市落脚, 必须要有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英子和莲子到处找了好久, 他们岁数不小了, 找份工作可不容易, 很多地方一看他们的年纪, 都婉言拒绝了。 一直快到了晚上, 两人终于在一家宾馆找到了工作, 老板是个好人, 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屋子住, 两姐妹特别高兴。 莲子说, 姐, 虽然工资不太高, 每月固定工资三千五百, 我听说大概有五百左右的绩效, 加起来是四千, 可我们在一起, 还有地方住, 已经很不错了。 英子, 莲子, 我特别高兴, 我这岁数人家还能给我个机会, 我真的特别感谢,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两姐妹就在宾馆安顿下来, 每天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有吃有助, 英子感叹着说, 莲子, 这工作太好了, 工资基本都能存下来, 我算了下我一个月花五百就行。 莲子笑着说, 呵呵, 等我们热孝期过了, 还是去当保姆, 挣得比这多一点, 也没这么累。 英子说, 嗯, 好, 我们多存点钱, 等干不动了, 就回家一起住, 我们两姐妹一起养老, 有事也有人帮把守, 挺好的。 莲子说, 姐, 你说得对, 我们多挣钱, 然后回家。 英子觉得两姐妹都命不好, 可莲子比她勇敢, 莲子嫁出去后, 生了两个女儿, 被她婆婆和老公不喜, 天天不是打就是骂, 她实在受不了, 从家里跑出来后, 一直在打工。 后来, 她挣了钱, 把两个女儿送到住宿学校, 让她们好好学习。 后来, 她们没考上大学, 也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了技术, 毕业后, 找了工作结了婚, 虽然过得不是很宽裕, 可也算幸福。 两个女儿很惦记莲子, 可她们的婆家不高兴, 经常闹矛盾, 莲子就让她们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想到这儿, 英子觉得莲子比自己幸福, 至少两个女儿还是关心她的, 可自己呢, 以心一意照顾那个家这么多年, 又得到了什么呢? 黄欣又给她打过电话, 劝她赶紧回家, 至少在家里比在外面好, 可对英子来说, 虽然有时也会受委屈, 可还是比在家里轻松多了。 她本来想拉黑儿子, 最后发现自己竟然做不到, 虽然这个儿子是个白眼狼, 可还是她养大的儿子, 虽然她的话让她难过, 让她生气, 可还是想听听她的声音。 转眼已经过了半年, 她们的热笑期也过了, 莲子说, 姐,这三个多月我一直在让人帮我们注意, 看有没有合适我们的保姆工作。 现在有了消息, 有一对老教授, 儿女都在国外, 国内只有她们俩, 前面的保姆说是做饭不好吃, 手脚也不太干净, 被辞退了, 正在找保姆。 姐, 你做饭好吃, 要不要去试试? 她们身体挺好的, 又是教授, 人肯定好相处。 英子, 莲子, 我觉得这家真的特别好, 你去吧, 你到时候再帮我找。 莲子, 姐, 你就放心去试试吧, 我这边也有一家, 是照顾产妇月子和孩子, 是熟人介绍的, 肯定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能干多久。 宾馆这边, 她们已经提前打了招呼, 有人能接手她们手里的活, 两人告别老板后, 去雇主家。 英子到了雇主家, 两个老人七十多岁, 看着很温和, 女主人笑着说, 英子, 别紧张, 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 出来干活也不容易, 我们要求不高, 只要把家里打扫干净, 做好饭就行。 英子点头, 说, 好的, 徐老, 你们喜欢吃清淡一点的吗? 我做饭, 你们尝尝, 又不合适的地方直接告诉我。 晚上, 她做了四菜一汤, 按徐老的要求, 做了一个不太辣的水煮牛肉, 一个竹孙火腿汤, 徐老两人吃得很满意。 徐老笑着说, 英子, 这汤太好喝了, 我们很喜欢, 工资还是和原先的一样, 一个月六千五百, 你看怎么样。 英子抿着唇笑, 说, 徐老, 我很高兴, 能在你们家干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照顾你们的。 在她自己的屋里, 蓝紫色的窗帘随风轻轻晃动, 她躺在柔软的床上, 觉得真舒服。 电话又响了, 她皱眉看了一眼, 还是接通了, 她发现现在听他们发牢骚, 好像也是一种乐趣。 老黄咳嗽了好几声, 吸着鼻子说, 英子, 我生病了, 很难受, 我真的干不动了, 你快回来吧。 英子, 我打算好了, 只要你回来, 我每月给你三千块, 除了生活费, 你手里还能留下不少呢, 这样你满意了吧。 英子笑了笑, 说, 哦, 不需要, 我可以自己挣, 不需要你给我钱, 你自己留着吧。 呵呵, 其实你干不动没事, 请个保姆就行了。 老黄叹了口气, 说, 英子,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办, 咱们都这岁数了, 你怎么反而不好好过了呢? 英子, 人老了, 能靠得住的还是身边的人, 你说是不是? 她笑了笑, 说, 是啊, 原来你也懂这个道理,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老黄, 你的妈妈八十五岁了, 你自己算算我照顾了多少年, 你才照顾几个月, 就觉得受不了, 干不动, 还想让我继续伺候她, 在你看来, 我就应该做这些事吧, 可是凭什么呢? 老黄, 英子, 我真没那么想, 只要你回来, 我肯定帮你一起干, 不会再让你一个人那么累的。 英子, 呵呵, 不需要, 我现在挺好的, 你也赶紧去忙吧, 没事别给我打电话了。 挂了电话, 她心里特别开心, 想着老黄现在的样子, 心里特别解气, 她不是很厉害吗? 每个月有退休金, 给她两千的生活费, 好像失了多大的恩似的, 想想, 真让人恶心。 英子笑着睡着了, 第二天早早起床, 动手做小笼包, 没菜肉馅的, 好吃还不腻, 徐老和周老肯定很喜欢。 她又煮了白粥, 配粥绝对好吃。 吃早饭的时候, 徐老吃了一口包子, 惊喜地说, 老周, 快吃, 英子的手艺真不错, 这包子比外面排队买的还好吃。 周老也点点头, 说, 嗯, 这周熬得也不错, 这下我们算有口福了。 英子被他们拉着在旁边坐下, 和他们一起吃饭, 说, 徐老, 周老, 你们有想吃的, 就提前告诉我, 我会尽力好好做的。 她觉得他们真的很好, 每天吃完饭去, 六弯锻炼, 然后在家看书写字, 日子过得特别有规律。 英子在他们家做活, 真的特别舒心, 她想着自己要好好存钱, 等她坐不动了, 就回老家的院子, 和莲子一起生活。 英子每天很开心, 也没原来那么累, 脸色越来越好, 她觉得这才是该过的日子。 英子做得对, 对别人太好, 别人也不一定感激, 还不如对自己好一点, 毕竟人生是自己的, 只有自己才能负责。 杨将先生说, 夫妻久了, 全靠良心。 新鲜感退去, 婚姻才刚刚开始, 余生还很长, 后半场全凭责任和良知, 善待彼此, 至于终老。 既然一方没有责任, 也没有良知, 那不管到了多大的年纪, 都要勇敢一点, 让自己有努力活着的勇气。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